大家好 有朋友说这个咖啡会生糖 黑咖啡 我今天的话呢 想测试一下 就专门去这个blend 买了这个黑咖啡 我们马路对面就有 挺方便的 然后的话呢 先倒这么多 我是想加一点杏仁奶 调调口味 这个是杏仁奶 这是不加糖的 杏仁奶的话 里面没有什么碳酒化合物的 但是有一点脂肪跟蛋白质 调一点味道 这个呢 是赤铅糖醇 是一种天然的代糖 这个可以取代白糖的 所以它不会增加 它的这个热量 这样的话呢 自调了一杯咖啡 不是黑咖啡 加了点杏仁奶 加了一点赤铅糖醇 但是的话呢 照理说 如果说对生糖的影响 它只会增加它的生糖指数 不会减少应该说 但是这个杏仁奶跟吃铅糖醇的话呢 对血糖的影响 相对来说都是挺小的 所以应该等同于 或者稍微高一点 比那个黑咖啡 我现在就把这个把它喝掉 我们马上测一下血糖 然后 每半个小时测一次吧 因为这个 饮料这种东西 对血糖的影响的话呢 如果有影响 就会很快 现在很正常 5.4 那么我们过半个小时再测 半个小时过去了 我们看一看血糖的变化怎么样呢 5.8 上升了0.4 不算多大 有的朋友说 这个手机怎么样去读 这个血糖传感器的读数 这个其实很简单的 如果你的手机是带这个NFC功能的 它就可以读 然后呢 这个配戴好以后呢 你从这个下面 手机的背面 冲着这个传感器 然后往上滑 听到 有两声 然后你的这个读数就出来了 好了 现在咖啡喝了 之后一个小时 看一看血糖的变化 我再上 5.3 刚才还有5.8 现在5.3了 就是说喝完之后 半个小时 5.8 升了0.4 从5.4到5.8 然后现在从5.8又回到5.3了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其实黑咖啡 加了这个 杏仁奶 再加了这个赤蜆糖醇 我刚才这个糖醇加多了 给我甜的 我觉得都有点厚的 所以加一勺就够了 这个就是一个小时之后的结果 血糖呢 不但没升 反而还降了一点 本来开始是5.4 5.8 5.3 一个小时之后还降了0.1 所以呢 呃 没问题 没有问题 正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